Hello,大家好,我是Elsa 今天呢,我叫你做一个早餐呢 是特别适合糖尿病的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呢 我去那个San Francisco 去看我一个朋友 他现在的糖尿呢 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他已经不可以吃药了 他每一天呢 要打针在肚子上面 然后呢,我就问他 我说你早餐是什么 他说早餐啊 早餐没时间啊 每一天早餐都是吃面包 而且呢,是哪一些 我们中国人吃的面包 那我说非常非常不行 不可以 所以呢,我就叫他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早餐吃什么 然后午餐吃什么 他吃过一天 他就去量他的那个糖尿 哇,这样让很多 他觉得很mazing 所以呢,我们选什么吃 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已经很严重的糖尿病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个材料 材料呢,很简单 你看这个白色的 这个一定不是牛奶 它是什么? 它是almond milk 如果你是糖尿病的话呢 你一定要买原味的 就是没有酥格 没有加糖的 OK? 然后呢,我们有那个cinnamo cinnamo呢就是玉桂粉 玉桂粉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糖尿 控制我们糖尿的 但是每一天的份量呢,不可以太多 最多只可以四分之一 那个teaspoon 也要用姜 就是,如果你可以买到那个黄姜 tumeric更好 但是今天我们买不到 我就用普通的姜也可以 另外呢,你看这个盘子里面呢 已经有一些切好的那个green apple 就是青色的苹果 然后呢,有kiwi 因为它们两个呢 它们的升糖指数比较低 所以十分适合我们糖尿病人用的 还有呢,就是一些granola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怎么做 好,我们首先很简单 我们就把我们的细囊奶 放进这个小锅里面 把它煮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把一些 ginger,那个姜也放进去 你看看多小了 有一些人很喜欢姜的话呢 或者是你的胃比较寒的话呢 你可以放多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等了 然后呢,等那个温度呢 差不多那个 70到80度 好,很简单 我们就把那个奶啊 倒进去 OK,然后呢 我们就放一点点的 cinnamon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不然的话呢,太热不行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早餐呢 已经做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而且呢,它是 嗯,非常香的 如果你是有一些糖尿病的朋友 你就可以把这个video share给他们 然后呢,你们不想用那个苹果啊 或者 kiwi呢 也可以用其他的水果 比如说梅类啊 就是那个 blueberry啊 strawberry啊 那个 raspberry也可以 香蕉 banana也可以的 啊,所以请你们 今天就可以回家做这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